好 接下来关注的就是上海登场的世界AI大会 在中国的高科技发展里面 华为百度算是中国的科技巨头 他们展示了最新版的大型语言模型 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就是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处理 生成理解复杂的任务和场景 而当美国寄出了新规定限制美国人投资中国的先进科技的时候 在这个会场呢 当然中国的总理又喊出了中国在高科技自强的期许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人形机器人 透过运算分析 让这颗机器人头能模仿人类的表情和感受 另外这台则是号称全中国最轻量的双足机器人 这些最新研发的机器人 尽管外形功能大不相同 却通通以大型语言模型为核心 人工智能大模型呢 它还是需要一个端 就是一个身体来表达它夫妇的内心的情感 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服务器和电脑端 它需要到这个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去 150多项最先进AI科技产品 在为期三天的世界AI大会亮相 暂时不见美中科技站的火药味 上个月美国财政部才发布新规 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先进技术投资 包括AI电脑晶片和量子计算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则在上星期出席这场大会的开幕式时呼吁 扩大数位包容 李强强调中国愿与各国一道 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全球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 目前中国大陆是美国之外 大型语言模型和应用程式开发商最多的国家 也让本地竞争越来越激烈 现场也聚焦各大科技巨头 像是华为 带来自家大型语言模型 盘古5.0 能够透过文字讯息 图片 影片 雷达 圆端感测等其他形式 学习并理解现实世界 进而形塑千千万万个产业 可以生成更符合物理世界规律的一些视频应用 包括像在智能驾驶的训练的场景 包括在一些建筑图纸的设计 三维重建这些上面 真正的可以应用到行业的商业化产品当中 华为的合作伙伴百度 也展示最新文星旗舰版模型4.0 Turbo 适用于各领域复杂的任务和场景 并已经对企业客户全面开放 百度还表示 文星的使用率在今年第二季大增150% 另外这间AI基础软体工艺商 则展示全新演算操作系统 能够整合智慧云端基础设施的软硬体 加速大型模型的广泛应用 它的训练三数次模式越来越大 包括现在有不同的大模型的 我们叫分代 可能现在GPT4GP5它是一代代升级 只是这一代代升级的GPT开发商OpenAI 最近被揭露成了网路攻击的受害者 根据纽约时报 去年有骇客成功潜入OpenAI内部的传讯系统 并偷走一些AI产品的细节 但报导也指出 这起事件并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为骇客跟外国政府没有关联 撇除紧张的美中局势 这台由英国新创研发 已经在多个展览中露脸过的仿人机器人 阿梅卡走进了苏格兰的校园 阿梅卡 你喜欢Taylor Swift吗 Taylor Swift的音乐是很流行的 而且有很多感情的感觉 能够和学生们畅聊当红偶像 因为阿梅卡就是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 能够展现出生动的人类表情 和即兴肢体动作 计划你的跳舞 那是什么意思吗 而这个能让学生近距离面对面的场景 是由赫瑞瓦特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所促成 阿梅卡往后的任务将走访学校 出席研讨会 并在公开活动中亮相 给更多学生直接互动的机会 同时研究机构也想透过阿梅卡 来试探并研究 大壮队最新科技的接受度 TVH继续报道 实际上 二次 续报道